CAMPER 實驗室 CAMPER 實驗室 CAMPER 實驗室 哈囉大家好我是Kevin 我是狗狗 歡迎來到CAMPER實驗室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什麼呢? 表定上是要講CAMPER的更新 所以CAMPER還需要更新喔 對就像所有的3C商品 什麼i什麼phone的像這種東西 他們都需要 不是錢都講出來了嗎? 就是他們都需要定期的更新一下裡面的軟體 這樣才能享有官方給予新的軟件的新功能 所以CAMPER也是嘛對不對? 因為我記得像CAMPER他到現在已經發布了大概七年左右 然後他在這個期間裡面基本上他一直沒有發表新的機種 那你的原因是因為他只要有新的功能或是新的一些效果參數的話 他都直接藉由更新的方式 然後讓我們使用者可以直接使用 對沒錯 所以其實就是還蠻佛心的啦 對不對? 都不收錢啦 對啊非常好 好那既然要講到更新 那我們要怎麼更新呢? 最傳統的方法呢 你就必須先準備一個這種 USB形狀的小棒子 不是 是小棒子形狀的USB 然後在CAMPER前面的這個USB孔 然後把它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是不是要先注入個什麼東西進去? 對 要先去他的官方網站下載 就是當他們發布新的就是CAMPER的更新檔 沒錯 然後下載進去了以後 然後就把它插進前方的孔 然後就是這個棒子形狀的USB就會把更新檔 射入 灌入 灌入 對灌入 灌入在我們CAMPER裡面 沒錯 這樣就可以了 可是這種感覺要抽抽拔拔的 好像不是那種方便 你不覺得嗎? 所以後來CAMPER有聽到使用者的意見 那所以他們後來又推出了另外一種 比較人性化 比較方便一點的更新方式 那是什麼? 就是你只需要準備 一樣你要需要下載它的更新檔 拿下載到自己的電腦裡面 欸等一下喔這邊好像錯了 是基本上我們不用下載更新檔 不需要 對 是我們要使用它的那個官方軟體 一個管理軟體 對對對 叫做Rig Manager 那Rig Manager的話 只要我們用USB 欸什麼USB 什麼USB 那種條狀的USB 不是棒狀 是條狀的USB 連接到我們電腦以後呢 那我們的Rig Manager就會自動幫我們偵測有沒有更新 那如果有的話它就會跳出來說 欸需要更新的 我們就點YES 它就會自動幫我們把更新檔 注入到我們的CAMPER裡面 然後它就自動更新好了 所以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但其實舊的也還是可以用啦 所以你以後更新有兩種方式 不管是用棒狀的或是條狀的 還是條狀的都可以 反正就是看你個人喜好 然後記住棒狀走前面 那條狀的話就走後面 那如果是音箱頭的話 我記得如果是音箱頭的版本的話 就都是在後面 好 那剛剛講到的Rig Manager呢 就會在我們下一集裡面做介紹 那就這樣啦 掰掰